那些伙計 開始見到一個老闆這樣支持 他們有什麼 伙計就新 開始的時候 每個人打工 只是希望出份量而已 你給得少 他們會走 但是伙計就不可以少 只有我們兩個股東 嘗試一人出錢五千元一個月 你找到夠交租 家也要花 就在那段時間就不要派六千元 現在這兩間店舖都是租的 但是業主聽到你們有什麼行動 他們都會 人家減就不會加 但是就不像你妹妹那麼離譜 就在那段時間就佔股派六千元 剛才拿東西來那個 平等分量那邊 他們發覺佔股派得不公平 李嘉誠付六千元是完全沒有用的 但是低下層的六千元就幫了很多 家庭上和學生上的需要 可以組織了二十個人 就把自己六千元全部捐出來開始行動 做了這些活動紀念 但是家人會不會有些避免 或者是完全等著支持你 其實家人都融入了下來的了 我太太平時在那裡斬燒蠟 又曾經一起感受到社會力量 幫到我們繼續生存 我們就一致通過了 希望能夠回贈回社會 就大家都在那裡做 剛才那個也是我的股東拍檔 就是大家都是感受到 面臨結業的壓力在那裡 最後社會力量幫到我們繼續生存 我們就希望能夠回贈回社會 最主要是用心去做 就會想到有哪些需要我們幫的了 因為政府是做了 但是叫大都夫婦這樣做 沒有 無人事 劏不劏的問題 他經常做 但是細緻他真的看不到 沒有什麼深入了解